高雄市消防局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進行防災宣導 希望民眾都能具備防災觀念 在意外發生的時候才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宣導防災避難 主要的對象是這群社區關懷和長照單位的長輩 消防局的宣講重點首重民宅火警防災 因為根據出勤統計 打火救災最常遇到這個狀況 濫用延長線和囤積物品也是民宅火警的關鍵因素 提醒長輩別再誤觸地雷 也要告知他們如何自保 除了家戶裝設火災警報器 發生火警要大聲喊失火了 逃離火場以及立刻關門阻絕火焉 開窗等待救援 讓自己至少要能夠全身而退 然後後續火警的部分再由消防人員來搶救 而潛城地震平船 要採取什麼作為為自己爭取最大救命空間 瓷器以往都是側重在復原重建這邊 那我們想說因為瓷器非常熱心工藝 力量非常大 那我們希望他們加入我們整備 就是災前的宣導跟預防的環節 救災 手中預防 消防單位和瓷器攜手 宣導居家防災避難提升為整備防護的一環 大愛新聞翁崇文 鄭瑞平 高雄報導 他身邊的視頻 將從前回到 將近代的視頻 架